叫小样朋友说 乡村能吃 但是该咋湿 整楼都不会湿了 乡村很好吃 也可以吃 并没有那么恐怖 但是要注意几个要点 四药 你这一说四药 我想起在云南吃蘑菇 云南盛产蘑菇 里边有三十 蘑菇的种类要熟 制作蘑菇的时候要煮熟 然后去医院的路要熟 提前要做好准备 所以说你说 吃乡村这个四药 是不是也是避免 亚乡村人种族的好方法 对 四药第一个就是要限量 第二要焯水 第三药是要吃芽 第四药是要趁早 限量就是控制量 刚说完这个 对 你说焯水能把亚硝酸盐 全给消灭掉吗 焯水的作用非常大 因为硝酸盐亚硝酸盐 它的水用性特别好的 所以说焯水会让亚硝酸盐 硝酸盐的曲线明显的减少 就是你焯的时间长了 一两分钟两三分钟 亚硝酸盐的含量 会明显的减少 焯水会不会把这香醇味为焯美了 咱就吃它这味 不用特别的担心 因为香醇那个芳香的气味 它是个脂溶性的成分 它不会溶解在水里面 所以焯水它不会影响到香醇的味道 要吃芽好理解 是吃上面那个叶吗 香醇关键主要就是要吃这个芽 梗就不用说了 这个叶子其实如果长得特别大的话 这个叶子当中因为它代谢比较旺盛 它的硝酸盐亚硝酸盐含量是格外多的 所以说吃香醇最好就是吃它的芽 它的味道它的营养都在芽里面 里面这个春枣就不是特别理解了 它是指哪个时机的枣呢 不要太老 香醇里的亚硝酸盐含量它是变的 它是不稳定的 比如说你刚开始特别嫩的时候 那个硝酸盐亚硝酸盐含量很低 如果它已经长老了 已经过季了 或者是没过季 但是它已经老了 它慢慢的长 它的亚硝酸盐含量会明显增加 另外就是特别旱 就是不下雨 虽然它也长出来了 容缩 对 它也有容缩 其实蔬菜里都是这样 普通蔬菜一样 太旱了不浇水不行 就是那个硝酸盐 亚硝酸盐含量比较高 还有你买回家赶紧吃 不要放 不要放好几天再吃 那就比较趁早了 我老爷家有棵香醇树 每年我爸都摘好多香醇 我老爷除了炒鸡蛋 最爱做的就是把香醇淹成咸菜 可能是为了证明自己香醇自由吧 但是刚刚说了 香醇越放亚硝酸盐含量越高 是不是我老爷这样吃香醇 就等于吃毒了 是不是得赶紧叫停了 香醇呢它特别不适合腌制 有些人觉得因为它很快就没有了嘛 因为就是这么几天几周的时间 又家里有很多 所以把它腌起来 蔬菜腌制嘛 大家都知道它这个任何蔬菜都一样 它的这个亚硝酸盐含量会明显增加 然后香醇腌制呢更不得了 对吧 因为它本来就硝酸盐又多 亚硝酸盐又多 然后呢你把它腌上 就刚刚我们谈到 放你胃里放时间长的都会中毒 对吧 何况你把它放在咸在缸里把它腌上呢 所以那个转化的率 那个亚硝酸盐的合成是非常多的 一般来说在腌制香醇的时候 头一个星期 就是三到七天 它的亚硝酸盐含量大量的合成 大量的增加 所以这个星期是肯定是不能吃的 是很危险的 很容易发生了这个急性中毒的 当然过的这个星期 比如说两周之后 或者三个星期 二十天左右的话 这个亚硝酸盐的含量会明显的降低 但是营养素也差不多都没有了 所以说腌制香醇不是个好主意 想吃香醇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要记住 四药就是要焯水 要趁早 要吃牙 要适量 来吧 来吧 来吧